怎么样可以让你创造客户 或是怎么样 你没有这个空转因素 你没有这个定位行销的这个框架 你也一样能让事业去成长 其实确实是有方法的 这就是我现在要跟你分享 叫做让事业能够去翻倍成长 那个零成本的方法 它跟你的知识跟技术面 其实是无关的 不一定要有关 以前我们在学行销 我曾经有个统算的行销老师 跟我讲过说 现在是工具的时代 你善用工具 你就可以怎样怎样 以前我都听过类似像这样 所以一直专注在研究工具 只要有一个厉害的自动化工具 它可以让我的事业去翻倍 去成长去放大之类的 但是后来我也学到另外一个观点 我觉得蛮有趣的 来跟大家分享 在最近我把它做成了一张图 我现在可以简单跟你去说明 一张图就是在 我在带创新商业教练这堂课 或是我在带 接下来的那个创新成长策略Club 我们会以这张图为 我们的核心的思维 这张图是一个同心源 它分成四层 最外层就是知识工具技术 以及方法 往内一层是你的事业成长的策略 再往内一层是你个人的天赋 以及我们所谓的强优势 强优势是我常常在 一对一教练的创业的客户 我都会协助他去看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他真正的优势 因为优势会分两种 一个是强优势 一个是弱优势 弱优势有可能是过去帮助你成功 但是虽然限制你未来发展一个因素 一个人都会有 来自于过去帮助你成功 或者是你觉得你很熟练的一些事情 可是强优势是你内在真正渴望 想要去创造的一些事情 你不一定会有经验 但是你会有一个天然的动能 想要去往那个方向发展 但大部分人去看不见 这是往内的那一层 在往内一层最核心的 那个同心源的最中间 我把它叫做生命的智慧 这张图可以很容易的让 大家去了解到 我们在协助客户成长的时候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思维 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会发现 多数人在追逐 就是同心源最外层的那些 知识工具技术跟方法 还有流程 我们好像看过了很多的课程广告 看过了很多的书 你知道现在资讯实在是太爆炸太泛烂 我们被那些知识工具技术跟方法 而且每天会推成初心 每天无数的书在出 无数的课程在跑出来 好像每一个课程都说我这样做到了 我告诉你我怎么做到 你也可以做到 这个很励志的这个概念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就听得非常多 那我们也不小心相信 只要照着成功者的方法 有很多人在宣扬 你只要照着成功者成功的方法 这样去做 你也可以一样复制成功 但是我们都没有想过 这个是真的百分之百有效的吗 这个是真的万无一失的 有时候我在做一对一的coach的时候 或者是在团体教练 遇到一些客户 他也是过去是这样成功 追求知识工具技术 跟直接流程跟方法 成功了之后就被这些东西给绑架了 然后他继续经营他的事业 就经营得很疲劳 很疲累很焦虑 甚至有点零肉分离 就是刚开始赚钱之后很开心 但后来就觉得 哇这个世界怎么 就是一直看这些数字 搞这些技术 他可能建立了一个 自己都不喜欢的一个事业体 他可能建立了一个 让自己被焦虑感推动的一个事业 在经营的那个过程 我们都会用一个比喻说 他让他的事业成长的路上 好像在被老虎追着跑的感觉 就是今天老虎追着我 我要创造这个月营收 然后创造出来了 可是老虎还在追着我 所以我要创造下一个月营收 这个愿目不要达成了 那我要再去再追 这个愿目不要没有达成 不管有达成跟没达成 都好像被老虎追的那个感觉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 战或逃的一个状态 来经营我们的生意 来让我们的事业去成长 让我们去推动 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地去寻找 我们想找一些万无一失的知识 想找一些工具 我们一直不断向外去 伴索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到 我们经营事业的这个方式 我们被老虎追的想象 其实老虎根本不存在 老虎只存在在我们的想象里面 我们经营事业是这样子 较绿绿的追的感觉 所以这个状态 就好像战或逃的反应一样 人类为了生存什么事都做出来 可能会做一些 答应自己的事情 可能会做一些是很快乐的事情 好像一定必须经过那些 很痛苦的不快乐的 让身体不断放压力的 才会成功 然后放假的时候 终于可以去度假输压 但是如果一开始不制造读书 我们也不需要去输压 如果事业经营的过程之中 本身是轻松愉快的 本身是你丰盛圆满的一个展现 那就是另外一种模式 完全不一样 而且用这样的 被表我追的模式 在经营事业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创造力会下降 因为我们一直只专注 就好像我们的眼界是缩窄的 我们看不见在当下 我们事业的一些 资产的资产的那里 我们看不见一些 对我们来说 轻松有效的事情的那里 我们创造力是下降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